大家好,ASTE到港鐵和80M 又再推出1比87的列車模型 重鐵出得七七八八的時候 因為輕鐵35周年就開始出輕鐵模型 今次就到五期 應該很多人都想要二期多些 正常的,還不出新車 還要選擇隔壁禮牌 九月就是輕鐵35周年 一直為新界西北的股客提供服務 今次最新一代輕鐵 第五代就是2020年11月頭的服務 車上LED燈,解決空間感 改善了扶手的分佈 令到乘車的環境更佳 港鐵推出1比87,最下列車模型 輕鐵給大家認識這輛輕鐵 模型的三次座輕鐵外觀 車頂結構,車身內隆的座位 多用途空間,扶手和吊環等層設計 製造而成高度,還原輕鐵細節 它的路線設置是610按援廊方向 每輛車都有獨立證書 極具收藏價值,是人家批的 車身編號就今次移除了 其實9月1的時候 那些照片已經說了142 可能因為打方便移除了 到9月4日 鋪回 那為什麼移除呢? 相信是因為之前在屯毛碼頭炒車 看上去也覺得它做得很像 不過我本身的車設計 比較單純一點 所以也沒什麼特別好說 不知南越街號那些猛 始終它畫完五期才有這麼好的參考對象 那它的售價就是568元 跟屯毛線的Ctrain一樣 那現在9月4日到9月18日 經營MTR Mobile 預訂就可以便宜一點 550元 那這輛車就整體都怪怪的 始終這輛鎮車是這麼怪的 圓形燈 夢幻到什麼的花紋 最主要是這個 出完這格之後 只剩下7格 不知有沒有機會出拖卡 應該過了幾年 都齊了 重鐵輕鐵 希望不要一連一格 各位四晚 快點 一連兩三格 這樣搞定 不知大家有沒有錢買 有沒有去放 歡迎在留言說 那你的影片就到這裏 喜歡就like 記得subscribe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那我頻道喜歡開了個會員按鈕的功能 如果大家有興趣用那些可以當emoji用的貼紙 或者看那些垃圾片 歡迎訂閱 最便宜最貴100元的話 大家自己決定給多少來支持我 那當然不會影響到正常拍的那些真車片 介紹片 純粹用不著那些才扔入這個會員 那大家找不到今天 就放我那個連結在留言 對 我真的要來給你 好快 真的嗎 好快 或許 有人